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9月7日上午 在圣伯德陆广场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两万五千多名信友在场参加 圣诗马斗计数 习者若翰在狱中 听到了伊苏的所言所行 就派遣他的门徒去问伊苏 是否他就是墨西亚 伊苏就以自己所行的标记 做出回答 瞎子看见死人复活 穷苦人得了喜讯 教宗解释说 若翰不明白伊苏履行使命的方式 他陷入苦恼 因为他处在双重的黑暗中 牢狱的黑暗和心灵的黑暗 伊苏的回答乍听来 似乎与若翰的要求对不上号 因为若翰期待的是一位 最终能建立天主国度的审判者 然而 伊苏表明 他是天父慈悲的具体工具 他来为带给众人慰藉和救恩 并以这种方式彰显天主的审判 伊苏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十分明确 天主打发他的圣子来到世界上 不是为惩罚罪人 也不是为消灭恶人 相反的 天主邀请他们悔改 希望他们看到天主仁慈的标记后 能够找到回头的路途 习者若翰在宣讲中 着重于公义 耶稣的宣讲 则以慈悲为核心 若翰的疑惑 预先表达了基督日后的所言所行 在人美当中引起的不安 为此 耶稣在回答若翰的眉图时又说 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 教宗解释道 耶稣所说的半岛含有阻碍之意 倘若耶稣的慈悲举动 阻碍人相信他 那么这个人心目中的墨西亚 便是一个虚假形象 相反的 那些看到耶稣的所言所行 而光荣天赋的人才是有福的 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天主 我们的渴望 就是要体验他爱的奥基 并在其中成长 地理论剑人 为此 科学生的教育 学生的下课 教育 全量翻译 全量翻译